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大家 今集我們請來這個嘉賓是來自香港的 大家都知道教宗的孟寶禄二世的中文版傳記 最近推出了的 包括其中一本就叫《終結與開始》 找來這位是有份翻譯這本書的一位人物 就是Lucia Lucia 你好 Hello Rony 你好 你好 在講這本書之前 請來講講你做翻譯工作 找到你的翻譯當然是專業那一款 不是Google Translate 的翻譯 為什麼你會讀翻譯呢? 聽說你是先讀語言的 不如先介紹一下你自己 好啊 我自己本科是讀英文的 因為有兩個大教訓之後 我就進修了翻譯 那這兩個就是 一個就是在大學時期 有一位老師 他是一個外國的修士來的 他暑假的時候請我做暑期工 有一天就叫我 你幫我翻譯這封信 翻譯了給他之後 他就說 這些不是中文 哇 很尷尬 很慚愧 因為一個外國人 這樣說你的中文 這些不是中文 而且他平時上課 他沒有說過一句中文 所以我不知道他原來 中文那麼厲害 就覺得很尷尬 之後就發現了 原來翻譯不是你懂中文就可以 然後第二個教訓 就是出來工作 我是一間雜貨雜事 主要是幫一本電腦雜事做記者 還有在辦公室上班 在我們旁邊 因為他是很大的雜事社 在他旁邊就有另一本雜事 就是電子零件雜事 有一天那個同事 他只有一個人 他就走過來問我 你可不可以幫我做翻譯 我說 我怎麼認識的 電子零件 好像更難聽 然後他說 不要緊的 我們有本歌詞 你對著歌詞 當作茶字典 我就說 好吧 隨便吧 然後就幫他做 做了一排之後 有一天他就跟我說 我們的總編 由香港那邊來台灣 我在台灣讀書 然後他又想見一下翻譯 我說好啊 我就去見他 總編來的時候 坐下來一見 他就拿回我的翻譯稿 然後他用紅色筆 記錄了很多東西 感覺很震撼 因為你看到很多東西 錯了 又是很尷尬 所以之後就開始 即使我後來回到香港 我回到香港之後 第二份工作才是幫教會做民事工作 那時候就比較空閒 所以就進修選了翻譯 非常之好 有這樣的經驗 就迫使你 要學這個翻譯 才有今天這本的中文傳記出現 也不是的 還有其他人 是的 不如現在 你也做過天主教的傳媒工作 不如去分享一下一些經驗 我知道你以前在天雅社工作 有很多翻譯工作 其實這一方面 又能否幫到你在傳媒工作上 不如分享一下你的經驗 可以的 我其實在兩間亞洲最大的天主教的新聞機構 也做過 天雅社是比較長的 做了21年 後來就去了第二間 其實翻譯很重要的 就是因為天主教的很多詞彙是很不同的 我在工作上也學到很多東西 其實老闆的要求都高的 我可以這麼說 譬如我們即使說 譬如如果那一篇新聞裡面 是一個基督教的牧師說的話 我們都會用回基督教的名稱 或者他們用的文章來翻譯 因為基督教可能會說上帝、神等等 我們天主教會說天主比較多 那就會有些不同 譬如說耶和華 我們不會說耶穌 其實如果一個人看出來 天新聞說牧師說耶穌 好像又不同 這些細微細眼小節我們都會注意 這個主要因為我們的新聞是中英文都需要的 寫完英文就要自己翻譯到中文 所以經常做一些翻譯功課 即是自己翻譯自己的文章 寫完英文又翻譯中文 是的 真的 我們都有翻譯的 其實是挺難的 你要想回天主教的詞彙 譬如你是靈性的 天主教普通是精神上 我們天主教又要靈修上 這些不同的字眼是很重要的 所以不要小看這個工作 不是那麼簡單的 有時候你說也不會翻譯 翻譯得不好的 大家多多體諒 對呀 對呀 很複雜的 不是說一般那麼簡單 翻譯過子 這個翻譯工作 現在也是在做這件事 不如你介紹一下 你現在又在哪裡做 好 現在也有些相似的 都是做文字工作 現在就在香港中文大學 天主教研究中心做研究助理 跟新聞來說 現在我們有 我自己負責的項目 一個是口述歷史 是關於聖神修院和華南文 中修院的 另外就是翻譯一本書 是生態環保的電子書 這是跟美國耶穌會一個學院合作 他們已經有英文、西班牙文、法文和葡萄牙文 現在我們會替他們翻譯中文 另外就是一些排版和編輯的工作 你那些翻譯了的書 是不是要付費的? 不用的 他們那個是免費的 是的 我們出的書 其實很多都是免費的 有少部份是要付費的 也很忙,又要排版 又是一腳踢的 是的 其實跟以前的新聞工作都有點像 因為你是處理文字 但一定會長一點 文字量又大很多 通常用多少時間去做這些書籍的翻譯? 譬如你現在翻譯的電子書 你覺得要用多少時間去翻譯? 很難說,真的要看長度 而且通常有不同的工作夾雜 譬如我現在幫他翻譯 大概用了一個多月 因為有時候可能會放下其他東西 就是做其他東西要放下 是的 是的 現在一個 trend 就是社交媒體 什麼都Digital 什麼都要拍片 有些YouTuber 在那裡說很多話 但是文字工作是很重要的 那時候也說了 新聞,報紙會不會被淘汰呢? 但是呢 報紙也轉型 我真的從電子版 網上這樣看 文字始終是離不開的 你覺得天主教的文字工作 那個價值在哪裡呢? 其實很重要 我們從最早世紀的時候 忍修士都是抄襲經典 已經是很重要的 我們教會的當局和教宗 有很多的講道或者教義 這些文件是需要翻譯成不同的語言 那我們的福傳 其實除了口耳相傳 最重要就是由文字記錄下來 所以這個工作就是 的確重要就是這裡 現在Digital 是多了一些視頻影音的方式 但是 很難說 不像書 你一番可以找你一些想要的內容 你看視頻 你可能要比較浪費時間 你不知道在哪裡 你可能要聽完整個視頻 你才找到你所需要的東西 嗯 嗯 嗯 我自己也覺得 尤其是中文來說 因為早期的教會文件 其實是沒有中文的 或者是很少的 其實如果我們要開始做教會 想做多一些關於教會 即是你全教也好 或者研究也好 其實是很需要的 如果我想要引用某個教宗說過某些話 你自己翻譯和由教會的權威認定 這樣才對的 是很不同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話文是更加需要的 那 講了這本書 就叫做《終結與開始》 這個教宗若望保禄二十的中文傳記 的下策 剛才說了 等回也要等一段時間 不如說說這本書 終於都誕生了 不如分享一下這本 為何你會參與在裡面 是,這裡有個故事 在2011年的時候 陳日君書記為了效本條例打官司 我想你也記得新聞 當時擺掃後 他在持有修院搭起帳篷說要禁食 他入口就把一張桌椅放在修院門口 坐在這裡 有時是看書 有時是休息一下 有時是跟人聊聊天 我們去探望他的時候 就看到他在看這本書 就是《任保禄二世》的下一本書 我可以給你一張照片 那時候看到他 他就說我想翻譯這本書做中文 我看到他 我心裡不敢說出來 我心裡就覺得 你給我翻譯就好了 很想翻譯 因為平時我做的就是 教會新聞的翻譯 可能是千多字 但是翻譯一本書會很不同 剛才也說過 裡面可能牽涉很多教宗的講話文件 我自己都很喜歡一些挑戰 到後來大概2012年左右 有一次跟他聊天的時候 又是聊天的時候 又是說到那本書的時候 他就說 那讓你翻譯 我就來翻譯 不過就不是我的想法 我們有一個團隊找了 也有七、八個朋友 一起幫忙做一本書 真是一個召叫來的 這個當中 但不單是你一位 幾位一起翻譯 因為是2011年 今年是2020年 一二左右 那就經過了很多年的時間了 當中有什麼趣事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本書呢 其實我們在翻譯的時候 都經過三個步驟 就是第一個人做了翻譯之後 第二個人做第一次翻譯 然後我就再做第三次翻譯 即是把關 然後就跟書基一起對稿 因為他做教隊 第一次翻譯了第一次第四張 那時候書基很想說 可不可以趕得及 那時候是2014年 可不可以趕得及呢 那一年就是教宗要宣誓的 可不可以趕得及出了這本書 就發覺是不可以的 我們就只可以做到第四張 就出了一本非賣品 是 是 是 連書名都還未訂的 所以就先用英文 照用英文 我都有一本 因為當年回香港的時候 你送了一本給我 這本已經算是第二版 因為第一版是同版紙 比較重 大家都覺得不太方便 拿出去看 而且很快就派了 所以就出了第二版 這本主要是說什麼呢? 這一本主要是說由神父開始的階段 就是教宗的階段 挺有趣的 這就是第一階段嗎? 是的 然後是第二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 其實跟第一個階段有些重疊 因為主要是 我們已經翻譯完 做教隊的階段 就跟書姬 有時他就自己先看了 我已經傳給他的文稿 他就在紙上自己畫了 要修改哪些 有時我和一個舊同事 他很喜歡幫書姬做事 我們兩個就放了工之後 就過去他持有收穫院那邊 哇 就跟書姬一起 就馬上讀中文 看英文 看中文 看看有沒有錯 或者他覺得不錯 我們就馬上揹上電腦 就馬上在電腦上打 打他要改些什麼 也很緊張思考 手藥很快 是啊 是啊 這裏其實頗辛苦 因為第一至四章 跟書姬對 有時對得很晚 老人家其實也很辛苦 嗯 有時做得晚 我自己也怕沒有車回家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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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大家不知道 如果不清楚 持有收穫院在哪裡 就在柴灣 沙基灣 是啊 沙基灣 有時如果你住九龍 新界那些 就未必有車回到 是啊 我住新界西 哈哈哈哈 這個過程 都跟書姬 陳書姬一起 有沒有試過通頂去做 那就沒有 因為真的不行了 都要看著他 覺得他太累了 不可以 是啊 大家都累了 因為做完正職之後 還要下班 還要繼續去做 是啊 這是第二階段 一起去教隊 跟書姬 一路口述 然後又寫又改 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 其實已經完成了 就是2017年 剛好我也沒有做我的工作 就是想自己休息 這樣 就處理了 剩下的一些 例如寬屋 那些 就交給登利學會的片緝 是阿余慈爾女士的 是啊 她就比較辛苦 因為是她一個人 是她一個人自己做了 教隊和排版 她就辛苦了 是的 那是五年 2012年開始 五年才完成三個階段 是 然後再多三年 又要證明 改字 是 直到2020年的10月 正式去出版這本 中文的傳記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 這本書很快 其實一拿來就有得看了 但是經歷過這麼辛酸 這麼多的時刻 她才出版 非常有價值的一本書 大家記得去買了 這本書 看了也有很多得益 相信 Louisea也有不少的得益 因為經歷過這麼長的時間 看完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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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還要聽完書機 讀出來 所以已經入腦了 即是燒腦 現在叫做燒腦 這本書呢 身為一個華人教友 其實一個讀者 讀完之後 看完之後 你有什麼感受在這裏呢 其實呢 其實呢 我讀 我翻譯的時候 那時候還在做教會的媒體 所以我們主要都是針對中國教會 所以我會聯想到中國教會的情況 因為大家都是一個共產國家的比較 我自己最深印象 譬如說 波蘭共產政府收集楊蒙保禄二世的資料 即是很具世無懷 它分了七個檔案 一個人分了七個檔案 生活細節都很細緻的 講到他剃鬍 即是剃鬍的習慣 我剃鬍也要說 對 又誰幫他買內衣 誰幫他擦鞋 他有沒有吃煙 什麼牌子 都會搜集這些資料 哇 我是不是看得到我會這樣 即是要在他身邊放很多人才能做到的 對 對 所以反而發現 那時候 搞錯 他身邊其實有很多奸細 我們可以這樣說 你可能看到 一定不是官員在他身邊 可能是教友 或者是神父 對 那個滲透是很厲害的 嗯 我對照中國 有時都會聽到一些人說 那些官員對神父、主教一舉一動都很清楚 在地下主教 或者其實地上也有的 附近會有人看著有什麼人出入去見主教 對 那些人都說是教友 但是 我們不去判斷那些人 因為 可能有些人都是被迫的 有頭髮不想做垃圾的 對 而且 他們可能會說 我們外面的人 習著書 不邀騰 對 不過 始終 這些是會有類比 對 可想而知 教宗 是教會的 耶穌的代表 身邊有這麼多人在旁邊 但是他的壓力都非常大 尤其是曼寶祿的代表 做了這麼長的時間 對 經歷這件事 不單是他的病是一個痛苦 這些身邊才是真正的痛苦 是的 是的 我們應該怎樣去看這些事呢 其實我看到 我很喜歡他的一句說話 就是 Don't be afraid 不要害怕 我自己看到 這裡的時候 真的是一個信德和希望 你只可以不害怕 不要畏懼的話 你才可以 你敢於去面對 其實這是我自己覺得很重要的 嗯 除了這句說話之外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說話 看完這本傳記 是很深入你的腦裡的 影響到你的工作呢? 嗯 我想其實就是這句說話 我自己真的 在那段時間 我也覺得 有一種好像影響 我譯到那一部分 看到那句說話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自己也好像强大了 嗯 嗯 好 謝謝Lucia 張小蘭和我們的分享 這本書 經歷了不少的新宣 寫出來 新宣之中又有新宣 因為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都是一個為信仰而去努力奮鬥的人 去抵抗共產主義 而成為神父 他亦都去保守著波蘭這個國家 甚至乎全世界的人民都在祈禱之中 他影響到很不少人 包括現今世代 可能有些人都不認識 藉著這本書 可以認識他深很多 你又會怎樣推介這本書呢? 那當然是很重要 這裡有分享 我們其實有兩本 嘩,好吼 我們有兩本 這本是下集 還有一本上集 我和我的團隊負責下集 現在書機很便宜 它賣150元 即是低過定價 現在一套是210元 在香港買 你看看 就算我們翻譯的時間 都花了5年 其實大家都有很多心血 我自己覺得超值 另外就是 因為下冊有一個 很值得去看 作者為什麼會寫下冊呢? 就是之後很多共產國家 他們國家的檔案館是開放的 他們通常有一段時間是禁止 然後開放 變了很多資料再出來 可以重新再看歷史事件 所以它是最上一冊的補充 所以我自己覺得 對認識波蘭 就是波共統治之下的天主教會 和陽文武六二世的生平都很重要 我自己 我記得小時候 經常都聽到新聞說團結工會 但是小時候是不懂的 到翻譯這本書的時候 原來就知道很多 對這段時期的歷史 就了解多了 所以大家 香港的朋友可以去到 《公教進行社》 《李嘉堂》等等 都可以去買到這本書籍 剛才我看到 路斯娜拿著 可以再展示這本書籍 是這麼厚的 很厚的 所以 沒有理由你看下冊 不看上冊 所以一次 一個這麼好的價錢 買兩冊 是非常之超值的 你去書籍也找不到這個價錢 真的 我覺得 所以大家要珍惜 聖誕又來了 這個最好一份聖誕禮物 送給你身邊的朋友都可以 今天很感謝路斯娜 跟我們分享 這個福傳的工作 翻譯的福傳工作 我們也繼續為路斯娜祈禱 為所有天主教的翻譯員祈禱 希望聖神繼續帶領著你們 繼續傳一些正確的資訊給我們 多謝你路斯娜 多謝你 給我機會說話 拜拜 拜拜 拜拜